由國貿局主辦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行的 臺灣扣建業拓銷團 與臺灣氣配產業拓銷團 舉辦了一場二合一的貿易洽談會 總計有將近一百多家的菲律賓 買主前往洽談 超過了兩百五十場的洽談場次 氣氛相當的熱絡 菲律賓廠商代表陸續抵達 馬尼拉大飯店百靈廳 現場熱鬧滾滾 會場大門一開 廠商代表們先辦理登記 並由工作人員安排到會場內入座 大家也都先行翻閱 由主辦單位所分發的 拓銷團廠商名單及產品簡介 隨後他們也按照安排時間 到自己感興趣的產品攤位進行詢問 並與臺灣廠商們交換名片 及索取產品目錄 臺灣扣建業拓銷團 與臺灣氣配產業拓銷團廠商們 以英語或中文 一一介紹公司產品及報價 馬尼拉臺灣貿易中心主任 藍柯明也在會場中向臺灣廠商說明 菲律賓的經商現況 並且回答與會人士的問題 臺灣氣配產業拓銷團團長陳美芳表示 近年來東協地區的經濟人口 以及消費能力提升 加上國際經濟推動東協嘉義 菲律賓已成為臺灣廠商目標市場 希望菲律賓消費者也能使用到 物美價廉的臺灣產品 因為我們臺灣做氣配的人 做氣配是很國際是很知名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讓東協的人民 能夠用到像我們臺灣質量 但是比較便宜的產品可以銷進來 菲律賓這些國家 臺灣扣建業拓銷團團長陳建宇認為 我國的扣建在全球佔有舉足 輕重地位 廠商不斷進行升級 產品質量與價格都很有競爭力 傳統上臺灣扣建產品以歐美為主要市場 這次到東南亞是新的體驗 那東南亞市場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新的體驗 那我覺得因為我們政府最近 在極力推展南向政策 那東南亞國家我覺得 隨著它的經濟能量的起揮 它越來越需要一些高品質的東西 那這方面是我們臺灣的強項 所以我希望 我覺得這次團員 應該或多或少都有些收穫 菲律賓持續推動經濟改革政策 管制項目也陸續開放 帶動菲律賓國內外企業 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信件 另一方面 菲律賓汽車產業也隨之成長 目前當地主要以日系車廠為主 組裝廠 涵蓋乘用車 商務車等等 目前德國和中國也積極進入菲律賓 從事汽車組裝製造與銷售 未來商機無限 臺灣網民是王詠欣 菲律賓馬尼達採訪不到